两颗心慢慢飘落 尽所有 由社团法人基隆爱底嘉全能关怀协会主办的 洗手同行浪梦飞翔公益园游会 在成绩转运站举行 提供在地美食小吃饮料趣味小游戏 以及手作文创小物等等 立委林沛翔受邀参加 并且在园游会中用心花钱尽情享用美食小吃 支持这项公益园游会 林沛翔呼吁大家在公益园游会上 就是要多逛多买多吃 一起用新台币支持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朋友和家庭 希望大家在那边多消费 因为我们爱底嘉全新会是靠大家的善心 把我们这边的活动继续下去 而我刚刚也在那边来了之前 在那边市集走了一圈 随大多数的都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都是我们基隆市的好朋友 所自己开的摊位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这样的活动 不会只有一次 希望大家未来多多利用这个场域 我们跟基隆市政府会请力合作 把这场域变得更好 7月份这边的转运站一定会开 开了之后呢 像这边的人会越来越多 请大家多来这边走走 多来这边逛逛 像爱底嘉基金会这样的事情 请大家多多参与 最重要的是让大家今天太开心心了 多买一点吃的东西 多买一点好玩的东西 让这边的代理家的代心 能够好好的发挥到我们的 所有的好朋友身上去 林沛祥也感谢主办单位提供一个平台 让更多人了解在各自领域中 努力奋斗的故事 也让梦想得以实现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让我们吃完 我认为你能够好吗 我认为你可以安排 有什么队 我们是讨厌的 我们是讨厌的 难过 我们是讨厌的 我们是讨厌的 我们是讨厌的